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微雨時光》 摩骨術在民間流傳已久 是一門神秘的玄學 也被稱為骨相學 摩骨宿命理論認為 一個人在出生後 面相是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但骨相是不會改變的 通過觸摩觀察一個骨落脈落 可以預測人一生的性格、命運、喜好、能力、專長、架局 以及未來成就 骨落支撐血肉之軀就好像大下的棟梁 因此自古就有上人之身以骨為主 歸戰定於骨法的說法 骨相關是一生的架局 是一生歸戰禍福的關鍵 古人往往會從一個人的骨相 來觀察這個人將來的運勢如何 凍漢王聰論行骨相篇中說 人讓命難知、命甚易知 知知何用?用知骨體 人命稟於天 則有表厚於體 測表厚以知命 有測斗號以知容易 意思就是人人都說 命很難知曉 其實很容易的 怎樣得知呢? 從骨落形體中就可以知道 人的命秉成於天 就會有表象顯然在身體上 觀察表象就可以知道人的命運 就好像查看斗號就可以知道他的容量一樣 據說摩骨算命的秘祖 是春秋時期 諸子百家之一的鬼谷子 相傳鬼谷子 因為看到盲人 在這個世界上生存艱難 就起了測忍之心 將他演習出來的一套算命術 就是摩骨算命傳給盲人 而且定下了一個特殊的禁忌 只是傳給盲人 不傳給明眼人 如果有明眼人 非要收集這一門術法 那麼在他將這一門術法 收至大城之時 他的雙眼就會無疾而猛 因為相骨術傳人有講究 現在已經越來越少真正的摩骨師了 在民間流傳的過程中 也漸漸走樣 後背中不乏孤名釣魚之徒 尤其就是到了近代 就更難看到有真本事的人了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坊間流傳的摩骨盲人的故事 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請先按下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青代兆役》在《鹽伯集記》中 記錄了一件事 清雍正年間 浙江有一個姓氏的盲人 幫男子說命用摩骨 對方是女子就聽聲 用此預言別人禍福出其準確 有一次浙江巡婦隨完夢 找來屎核子 叫他幫自己的孫子舒克德摩骨 當時舒克德還是個童子 在座架還有他的師父老師汪尤敦 屎核子為汪輸二人上命摩骨後 認為二人將來必定顯貴 當時舒克德是官患人家的貴公子 將來飛黃騰達固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而汪尤敦就是窮壽彩 根本想不到有這種好事 因此認為屎核子是因為學生的面子 所以亦都說些好聽的應付老師 這一日的晚上 屎核子找到汪尤敦說 你好好努力 將來官職明星在主人之上 汪尤敦越來越惶恐不敢當 屎核子說 我這一個不是盲雪的 你是窮書生 我奉承你有什麼好處呢 正因為我命中注定 將來我會有一場載額要持續多年 到時你已經當大官了 我的載額還要仰賴先生解除 在此正中相託 請先生千萬不要忘記今天的說話 到時盡力拯救我 沒多久有人將屎核子推薦給雍正帝 雍正皇帝一向對術素興趣濃厚 讓屎核子上朝 屎核子上了就書之後 就被流放到山海關外去落戶 這一去就十年 雍正登基十年的時候 嚇召命 凡是流放中軍以下的罪等 都減輕發落 此時的汪尤敦早已經高中進士 聲任刑部上書 汪尤敦查看罪犯檔案 看到屎核子也列明其中 汪尤敦當然還記得屎核子 於是 以屎核子的罪沒有超過衝軍流放 正與皇帝的恩召相符 就請將他釋放回來 屎核子回到京城後 營救客居在汪尤敦的府邸 他受出教訓更加修煉 不肯為別人說命說和服了 後來汪尤敦的長子成行 正要參加科舉考試 汪尤敦望子成龍心情非常迫切 請屎核子外決算命 屎核子說可以當道陸品官 陸品官就是漢林院收贊及各部主事 當時汪尤敦正在內庭公職 子弟約巧中進士 必定不至於分法到陸部 推測他的長子張仲藏遠 擔任漢林院收輯無異 汪尤敦自高興 誰知汪尤敦被委派擔任這科的儲考官 這樣一來他的長子成行 必須迴避不得參加考試 人們都以為史核子的預言錯了 但是到了這一年的冬天 皇帝特賜汪尤敦任一子 成行得到主事官職屬於正六品 那年延伯集結的作者趙逸正客居汪尤敦家中 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知道得非常詳細 就將它記錄下來 這是書中記載的清朝摩骨人的故事 現代社會也有得到摩骨真傳的盲人 某地龍村有一個性高的大戶人家 生了個兒子 天生就雙目生命 雖然看不見 祖父還去幫他請來了教書先生 教他蒙學 例如三字經 增廣言文 朱子加訓等 就是一些人人都應該懂得的 最基本的做人道理 他最推崇豬子加訓 並且一輩子身體力行地 按照書中的教導去生活和做人 土改的時候 因為祖上的成份不好 他家裡的家產都被分了 就只剩下一些嚴謹地 一開始 他住在自己搭的窩棚裡 刮風漏雨的狠時艱難 但他以堅強和樂觀苦牛歲月 不僅自力更生照顧自己 還能夠照顧一些同樣的殘疾人 高師傅自己回憶說 最早他學唱大鼓來謀生 每天就摸索著到雜上去唱大鼓 得到幾個賞錢就買點食和用的 有一次他在雜上遇到另一位 傷目失明的老人 老人不知為什麼 一下子就暈倒在他擺攤演出的地方 旁邊很多人都被知不及 也勸他拿個地方 不要管那個盲老頭 但是高師傅心地善良 當值就拿出辛苦賺的幾個零錢 叫熟人去請大夫 就在這個時候老頭醒了 跟他說不要請大夫 高師傅就把他摺到窩棚裡住下來 這一住就大半年 高師傅自己每天就出去擺攤唱戲 賺了錢買點食的東西給老人 一點都沒有要趕走老人的意思 沒想到這位老人是磨骨的傳人 既然湊巧老人就有二張磨骨之術傳給高師傅 老人說 我今天正式地幫你摸一下骨 看看你是不是那一塊料 或者是命中注定 老人摸骨骨鑑定之後 就正式地把磨骨算命傳給高師傅 將一生的技藝和經驗毫無保留地傳給高師傅 慢慢地師徒兩人的明星就在當地傳開了 後來老人病了 臨終前他跟高師傅說 我們研究骨相只是預測吉凶 而這個吉凶實際還是在各人自己身上 我們用此術來謀生 也要用此術來教化人 人活一輩子能夠做幾件好事 能夠叫受惠的人 在你死後還能記得你的名字 比什麼都強 高師傅在往後的摸骨生涯中 一直記得老人的臨終之言 劝化世人 有一年他在一間旅館裡掛牌摸骨 傍晚時分來了一個高大的男子 又高又肥 黑癢癢的臉龐 進來就問 摸得準嗎? 高師傅聽聲音 敢說來者不善 就不想幫他摸了 回答就說摸不準 但那個人非要被摸 收雙倍價錢也要摸 摸了一會兒 高師傅就跟那個人說 說實話啊 你是個囚犯? 剛剛被放出來的 但是最近你還要進去 那個人聽了很吃驚 就問為什麼 高師傅摸一摸那個人的頸椎 就說你這兩天想做件事 這件事如果做了就要進去 語音降落 那個人就撲通一下跪下來了 要求高師傅給他指點迷津 高師傅說 聽我說 你就走啦 走得越遠越好 那個人徹底服氣了 自己說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來他真的從監獄裡剛剛釋放出來 回來一看 家裡的媳婦和別人好了 心裡想要殺了這兩個人的虧粉 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 被高師傅摸骨知道了他的心思 可見人的一個念頭 身心世界也隨之發生微細的變化 魔鬼就能摸出這個變化 所以說起心動念 神鬼皆知 那個人聽了高師傅的話 就放棄了殺人的念頭 遠走高飛了 高師傅這一摸一句話 就救了三條人命 高師傅一生摸人無數 楊春白雪 夏里巴仁 高官顯貴 赫蓋農民 他也摸過 開始他是來者不拒的 高師傅摸骨 只是摸頸椎幾指骨頭 和頭上幾塊骨頭 還有手腕幾塊骨頭 每個部位大概一尺長 就能摸出人一生的命運 高師傅說頭是先天的 人從一生下來到老 可能別的地方也會改變 但是頭始終都是這樣 一個歪頭不會長成正架 一個葫蘆不會長成尖椎 那個是命的根 所以先從頭上摸起 他說頸椎是一個人的腹分 和一輩子的經歷 所有的一切都記錄在那裡 最後就是摸手腕幾根手指都摸到 他說手是一個人一輩子所能擁有的東西 但是高師傅摸骨的樣子很奇怪 說是摸骨 又不真正地拿手 去一塊一塊骨頭仔仔細摸 手在頭頂上一搭 一按一按地順著臉就下來了 這就是憑感覺 感覺裡細小的變化 不一樣的地方 就決定了人不一樣的氣質 古人說觀千劍而後識氣 摸骨也一樣摸了一千上萬的人 才能夠類比出高低貴展 有一次來了一個打扮很低調的人 叫高師傅幫他摸骨 高師傅一摸頸椎幾折 馬上就拱手說 你最低是個縣長 那個人很佩服 說自己就是個相當於縣級的官員 高師傅摸著摸著就說 我說話你不要生氣 你現在有病啊 那個人壓低聲音問什麼病啊 高師傅說花柳 一句話就好像行淚一樣 那個人就慌了 趕快說很對 就看看有沒有大礙 高師傅說 你這個手上都是花柴骨頭 你是不是有很多女人啊 那個人就承認了 說確實是有很多女人 平生就好這一口 高師傅說趕快戒了她 你的壽限本來是定是75 如今只是能夠活到63 會洋梅大倉 肉爛而死 你覺得你沾了光 實際你吃了大虧了 舒服了那幾分鐘 小活十幾年不說 還得要受罪 現在如果戒了 還能有轉機 那個人聽了就說要改過自身了 後來還派人送了一份後禮 來給高師傅 最多也不超過五個 問她為什麼不多摸幾個啊 高師傅說你不知道 摸一個不是人 摸一個又不是人 摸一下摸一下自己也夠了 原來高師傅摸骨幾十年 卻發現現在的人 和過去的人已經不一樣了 很多人的骨上已經不是人 其實就好像禽獸一樣 披著人皮而不是做人的事了 在盲眼的高師傅看來 這些都不是人類的骨上 我們經常說話魔鬼在人間 地獄空蕩蕩 看來這句話真實不去 魔鬼師傅的一句話 不經意地洩露了天璣 人間行走的很多都已經是 披著人皮的魔鬼了 好了今天我們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多謝你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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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